嚴選台灣豬肉製成厚實豬肉腳 老師傅手工製作線切 此間位於龍井的在地老色號食品廠 卻被台中食安處抽驗查出 香辣豬肉乾 香辣豬肉絲 添加的辣椒粉有問題 台中食安處查出此間食品廠 競購325公斤紅辣椒粉 已使用73公斤製成兩種品項 香辣豬肉乾 香辣豬肉絲 共被製成6739公斤 銷售流向北中南等15縣市 主動下下 然後再查真正的味道 最主要來源 真相在哪裡 然後到時候再看怎麼處理 我們也不知道它裡面會添加數量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可能食品業他們自己要 自己要良心這樣 台中食安處雞查到的辣椒粉 雖與新北市查貨的問題 批號不同 但抽驗結果仍含有蘇丹紅 確認檢出蘇丹色素3號 該食品廠已通知 下游42家業者進行下架回收 而食藥署追蹤地方縣市下架情況 查出致癌蘇丹紅色素3號的辣椒粉 影響下游至少食業者 累計下架3528.3公斤的辣椒粉 和產品將持續進行市場稽查 三天新聞林文智 陳一姐 台中報導 運到 沒有困盡 傷 KAT 有關 我們 感谢观看